在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 中国公布了11月份对外贸易的数据大幅度好于预计 出口8个月来首度转为上升 11月份按人民币计的出口同比增长了5.9% 而进口增长了13% 双双好转 中国11月份的对外贸易出口先导指数也回升到了36.9% 预计明年出口压力就有望可以减轻 日本方面公布了第三季度GDP的增速向下进行了修正 而日本10月的经常项目盈云则是同比增长了22.7% 欧元区方面欧洲央行决定维持性的货币政策不做改变 美元区方面美国公布了最新的上周出景失业金的人数 小幅下降到了25.8万人 而美元的走势现在是呈现反弹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0661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滩到了1.2618 美元对于瑞元的比价则是上升到了114.02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美元对于瑞士法郎的比价 现在上升到了1.0145 进一步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熊市下滩的态势 尽管比价还在上升 一度跌破了1.0080 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现在看的话如果比价一直稳固在1.008以上的话 以往能够达到1.0115之后上升到1.014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在星期四是沉压下滑的 那金价下跌到了美元1.175美元 那黄金的价格现在还是保持在支撑线1.172美元之上 那一度是跌破了之前一个向下的轨道线 相对强烈指标RSI也是呈现向上的一个态势 那未来如果金价能够稳固在美元1.172美元以上的话 有望再次反弹 首先上升到美元1.180美元之后上升到美元1.185美元 那如果金价继续下滑并且跌破美元1.172美元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美元1.165美元之后 走软到美元1.160.50美元 所以我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下谈到了美元17.12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推定三筹 财经电视